早安您好 欢迎您收看10月17号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李怡君 先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情况 高压冬移风向从东北风转成了东风 所以温度渐渐回升了 另外在下雨的部分呢 东半部已经封面有一些零星雨 周末全台是多云稻情的好天气 另外还要告诉您的是 北部早晚温度还是比较凉 所以提醒大家要记得携带外套 我们带您一起来看到国际媒体的重要讯息 首先来看到美国纽约时报报导 在得知两名学生曾经与感染伊波拉的护士 搭乘同一班飞机之后 俄亥俄州和德州关闭了五间学校 全面清扫消毒校园和校车 继续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导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将大大提高援助 帮助伊波拉疫情严重的三个西非国家 接着看到大纪元时报纽约大都会版报导 港警围欧示威者积其公愤 继续看到大纪元时报台湾版报导 顶心断臂退出台湾石油业 来看到日本朝日新闻报导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小圆优子的关系政治团体 疑似赞助后援会员观赏戏剧 16号在国会引起议论 早安新唐人马上带您来看到 庄话地检署在昨天晚间传讯 卫权鼎新制油公司 前董事长魏英聪和屏东厂厂长曾启明 魏英聪还是否认知道进口商杨正义 进口的是饲料油 警方认为魏英聪和曾启明两人是避重就轻 涉嫌重大 向法院申请羁押禁件 等待今天早上9点半开生押庭 魏英聪今天凌晨一点 被送到彰化地方法院的时候 法院外刚刚大家也听到了 有民众一看到魏英聪出来 就对魏英聪大喊 你有没有良心一直给我们吃黑心油 那么在画面当中 大家也可以看到魏英聪的神情是相当的落寞 而且不发一语 法院决定今天上午9点半再开机押庭 好 鼎新集团的烈油风波 遭到政府和民间抵制 昨天魏英交魏英聪两兄弟 宣布退出油品市场 承诺捐出30亿的食安基金 还找来了润态集团总裁殷隐良 来担任公正监督人 我先再一次的道歉 再次举功道歉 魏英交魏英聪两兄弟面色民众 宣布鼎新全面退出台湾油品市场 我心里很清楚 魏家今天已经到了 无论做什么都不容易得到大家的信任的地步 对消费者退后补偿 完全不打折 全面退出台湾油品生产市场 油品起家却败在黑心油 遭到全民抵制 鼎新魏家请来润态总裁 银眼良担任监督人 全力食安小组 挽救台湾濒临毁灭的食安信心 我相信魏家兄弟绝对不会逃避该负的责任 因为食安实在影响太大 请允许我这个外行人 今天暂时说到这里 放我一马不要问问题 明天起我会努力 让真相来符合人民政府企业与员工的期待 整场记者会不到十分钟 没有接受媒体提问 三人在媒体包围下离开现场 留下不少疑问 新唐人演的电视 陈慧瑶台湾台报道 有良好政商关系的润态集团总裁银眼良 受邀担任顶新食品安全委员会的临时召集人 那我们就来带您看到他的背景 65岁的银眼良 1975年接长父亲创办的润态纺织 后来创立了润滑机械和染料厂 但是失败收场 后来又跨足营建业和金融业 1996年银眼良成立了大润发流通事业 之后还西进大陆 2005年银眼良取得了中共官方许可 成为了台湾第一家登陆营建业者 另外银眼良的成长背景 曾经经历过管训班 而当时担任数学老师的人 正是现在的立法院长王金平 银眼良虽然没有食品业背景 但是在两岸之间有多重的政商关系 接着看到南朝以工业用途名义 进口澳洲牛油和菲律宾椰子油 疑似是把工业用油混入了食用油 对此台北市卫生局调查之后 认为南朝是申报不实 依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开罚每件100万元 总计30件总共3000万元 罚我多少都是一个学费 我如果觉得我付出这个学费 给这个公司将来再往世界市场发展 往永续的经营有帮助的话 我们真的很乐意 接受这样的一个法则 这是我们一直宣布的 说我们是错的 我们就是要承担 而南朝产品恢复上架的时间 是由桃圆县卫生局确认 所有的证明文件都没有问题 之后才会决定南朝牛油 和相关产品能不能够恢复上架 其实从塑化剂事件开始 国内食安就已经拉紧爆了 却到了现在才发现 食安黑洞是一发不可收拾 是不是真的企业大到不能倒 也不能抓 学者提出建言不能迁就厂商 而忽视更长期的民众利益 食安问题前动国本 国内学者就表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侯迪勒 所提出的应对大企业垄断理论 就可以作为这次国内食安风暴的接近 学者表示 食安问题从去年开始其实就已经有了迹象 但是政府却只抓小放大 对于相互勾结与资讯蒙蔽的问题不去处理 不论是食品业金融业 总是少数厂商进行挂占 学者就认为政府的角色是提供民间诱因进行揭蔽 不是跟着喊话赚取所谓的选举利益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政府应该是来照顾我们 它应该要设定一个好的制度 而不是跟着一般的民众去做的种 一个就是喊话的问题 一个是这个四千的提防 那四千的提防 就是说现在我们在修私品华 就是把这些密报者的这个奖励 没有大到不能倒的企业 更没有大到不能抓 相关单位应该着眼全局 除了考量产业冲击外 更依存长远角度 为民众的权益把关 吉他电视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单言用100秒浏览重要的财经讯息 美国传组第二利益户人员受害 引发投资人恐慌 此外 纽约制造业员美国零售销售数据表现均不佳 周三美股卖压承重 道琼工业指数盘中一度大跌460点 随后反弹已跌173点作收 南韩央行15日宣布调降基准利率 0.25个百分点至2% 是2009年2月来最低水准 南韩三个月内第二度降息 希望提振疲弱的经济成长 但却可能加速资金外流 美国财政部表示 中国干预会市的力度减弱 但人民币会价仍然大大被低估 红达电代工的Nexus 9 平板在Google官方部落格发布 除了先前传出搭载64位元处理器 和最新Android 5.0 Lollipop作业系统外 也加入HTC招牌Bumb Sound前置喇叭设计 另外苹果将在周五凌晨发表新iPad 新唐人亚克电视这里报导 针对美国前天出现本土第二名女护士遭到感染之后 惊传她发烧之后曾经通报当局 但是官方竟然放行 这让美国民众痛斥政府防疫如儿戏 休息一下早安新唐人 我们马上回来 今天我们中华市的土地选项 我们常听到一个同感的声音 就是对于我们中华市很幸福 因为建议会担任到我们 全国最后的市政团队 允许做一个观光文化的一个社区 大家共同努力 让我们中华市变成一个 全国最快乐最幸福的社区 华市变成一个 世界第一台荣获英国伦敦发明金牌奖 5A商银机 独家生化陶瓷滤芯 富含矿物质的微碱性波动水 除氯 杀菌 活化 除臭 一次搞定 不止净水 更喝得到健康 免插电 免换滤芯 体积小 安装方便 喝得到健康的干净好水 5A商银机 8864-2231-4128 米食创意料理的大玩家 猪米厂将好吃的米饭便有趣咯 纯米制作 绵密Q弹 无肤质 好消化 少了热量 多了健康 米食料理的新选择 猪米厂 米食创意馆 电话8862-2536-6662 欢迎回来带你来关心香港雨伞运动的最新情况 香港是为民众持续占领香港特首办外的龙河道 而目前传出香港特首梁振英有可能最快要在下个礼拜重启和学生组织学联的对话 但是他坚持中共人大常委会确认的政改框架无可动摇 甚至还说不应对话而不清场 被香港民众痛疲说这根本是蛊惑在招数 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回应表示 希望对话越早进行越好 人选可以磋商与政府对话时 将会反映所有港人提出的政改方案 包括了修改基本法 公民提名以及废除功能阻别等 港府再度对港人动用警力镇压又一次激起舆论不满 目前不少外媒称梁振英下台成为了雨伞运动的关键 不过有分析也透露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为了夺权 由系统的制造了香港的冲突与分化 习近平照片现身香港雨伞运动现场被称为最强路障 事实上香港局势已经凸显习近平与江泽民势力的火拼 据大纪元全球新闻网系列报道指出 江泽民派系刻意升高香港冲突 要逼北京当权者镇压六四天安门写案重现 目的就是让习近平承受国际压力 以缓解苟延残喘的江氏人马 江泽民独招的棋手包括主管港澳的曾庆红 人大委员长张德江 香港特首梁振英 江派控制宣传操作的柳云山 据分析 首先让张德江在人大推一股两制白皮书 曾庆红推动反战中 梁振英推动港警武力镇压 柳云山则利用江派媒体抨击 升高群众愤怒 然而江氏所为就像是两面刃 在港警对港人祭出烟雾弹后 群众要梁振英下台负责 立法会议员也要求弹劾梁振英 同时外媒爆出了梁振英收贿的黑资料 都为习近平拿下梁振英 增添力机 梁振英他是香港特首 如果中共高层要罢免他的话 必须要通过人大 但是我们都知道梁振英 他实质上是江派在香港台面上的人物 而人大现在是由江派的常委 被张德江在把持着 所以如果是走这样的程序去罢免 他可能会非常的麻烦 所以直接爆出他在经济贪腐上的这种丑闻的话 导致一个结果就是 廉政公署会直接介入进行调查 廉政公署一查到 他就直接就可以把他拿下 除了梁振英 习近平也加速清洗 紧邻香港的广东官场 首先是广州市委书记 万庆良被双开立案 万庆良被传 曾经负责召集中共在香港设立的各类地下党组织 到深圳和广州开秘密会议 另外广东地产开发商亚居乐主席陈卓琳 也被监视居住 亚居乐的背后靠山 被认为是已经落马的僵士人马 周永康 接下来习近平如何收梁脚僵 能否给港人正面回应 成为雨伞运动的关键观察指标 新唐人亚特电视综合报道 带你浏览国际重要讯息 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表示 ISIS一个月前对叙利亚库德族战略重症 科巴尼发起猛攻以来 光地面战就已造成超过600人死亡 另外菲律宾南部恐怖组织阿布萨耶夫 同天也扬言将杀害德国人职 引发谴责 流行音乐之王迈克杰克逊 荣登富比市杂志调查的 已故名人吸金排行榜榜榜首 几下猫王艾维斯普里斯莱 连续第二年蝉联冠军宝座 几日前的冰桶挑战后 现在又掀起一股甩舞伊波拉的风潮 慈善团体仿效冰桶挑战 挑战者需上传一段舞蹈影片 或是向美国紧急救援计划捐款 苹果原定台北时间17日凌晨发表新款iPad 但发表会前一天 官网意外放上了即将正式亮相的iPad Air 2 和iPad mini 3的照片 并证实两款新iPad都有Touch ID指纹功能 新唐雅太电视整理报道 伊波拉又出现了两起新的疑似病例 第一起发生在丹麦 另一起则是出现在一架从奈吉利亚 飞往马德里的法航班机上 另外美国前天出现了本土第二名女护士 遭到感染之后 尖传她在发烧之后是曾经通报当局的 但是官方竟然放行 这让132名同机旅客是曝露于危险当中 之后当局以专机将她送衣 但是一名随行男子竟然没有穿任何的防护配备 不只是和她同机 还疑似是接触到她污染的衣物 这让美国民众痛斥政府防疫就像是儿戏一样 美国伊波拉防线受考验 总统欧巴马今天特别推迟了一项政治出访行程 并召开对抗伊波拉的高层会议 在与阁源进行两个小时的会谈之后 欧巴马宣布将成立快速反应小组 首先 picture what I've directed the CDC to do is that as soon as somebody is diagnosed with ebola we want a rapid response team, a SWAT team essentially from the CDC to be on the groun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hopefully within 24 hours so that they are taking the local hospital step by step through exactly what needs to be done 美国德州出现第二名感染伊波拉病毒的女护士 在发病前一天曾经搭乘国内线飞机 机上与她同行的132名乘客 目前都已经被列管 另外伊波拉疫情也反映到美股 航空类股硬是惨跌 达美航空 美国联合航空跌幅都超过6% 也导致道琼交通平均指数下跌超过2% 新唐人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 第49届金钟表演节目陆续出炉 尤其是以王伟中亲自敲刀的 打开台湾电视室最受到瞩目 休息一下早安新唐人 我们马上回来 前面抗争以及遍地开花 集会的一个公民广场 欢迎回到早安新唐人 即9月全球期待的iPhone 6发表会之后 台湾时间今天凌晨1点 期待已久的iPad Air 2终于登场了 而受惠于苹果的强劲需求 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市大幅提升 同时透露明年除了要以16奈米为发展主力之外 也预计要在2015年市产10奈米之城 来回应对手三星和Intel 新一代苹果iPhone 6在全球掀起热潮 相关供应链厂商也跟着大步 尤其提供苹果A8处理器的台积电 更是拿出漂亮的好成绩 台积电召开第三季营收汇报 由共同执行长魏哲家刘德英 以及财务长何丽梅作证报告 合并税后美股盈于2.94元 较上级成长27.9% 其中28奈米制程为营收来源主力 提供34%的营收 苹果A8处理器的20奈米订单则占9% 并预估订单大增的情况下 第四季将渴望提升到20% 社会苹果与4G手机台积电营收成长 不过对手也不是省油的灯 包括三星放话将有16奈米制程的 扩产计划 Intel也积极布局10奈米高端制程 对此台积电仍是老神在在 强调一切都在计划中 打破外界传言 半导体需求下滑的营收不利影响 至于16奈米高端制程市场 台积电明年是否能够 击退竞争者三星 就要看后续表现 新台电视胡宗翰 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一起来看到这几天在东京的机器人专门展 有很多贴近生活的服务型机器人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应用在医疗照顾 而看准少子高龄化趋势 日本政府将发展机器人视为了重要政策 要把机器人市场规模增加到现在的20倍 点选荧幕上的菜单 接到指定的机器人便开始泡咖啡 拿取客人指定的糖包 完成后放上托盘地上 原本专注于生产线的机器人 经过改良后也可以从事服务 这几天在东京的机器人专门展 有144家企业参展 除了升级生产机器人的性能 还可以看到许多贴近生活的服务型机器人 比如这个穿戴机器人 靠着背部几根尼绒制的人工肌肉 利用气压产生的拉力 20公斤的重物也可以轻松举起 还可以帮助生长者 迈开步伐行走 少子高龄化时代来临 科技大厂投入研发机器人已是趋势 日本政府特别在再生战略中 宣布到2020年前 要将非制造领域的机器人市场 扩大20倍 再来看看这个可放置床边的冲水马桶 在房间中有水流水 我认为是不想想起来 通常的通常的通常是不想起来 我认为污垃圾 在后面的污垃圾 政府领军鼓励业者创新研发 随在更多人性化机器人的问世 日本正提供少子高龄化课题的解决之道 新党的记者林云日本东京报导 第49届金钟表演节目陆续出炉 尤其是以王伟中亲自操刀的 打开台湾电视室最受到瞩目 以连环报搞笑短剧 打开中国电视室为架构 那么这个短剧呢 其实也是反映了台湾电视圈 外来剧攻台的现况 由王伟中配音演员跟着旁白主动作 滑稽又好笑 经典电视短剧中国电视史 是许多五六年纪生的共同会议 今年金钟奖也将原位重现 一样由王伟中担任配音 郭子前返川齐皇后 唐重申演出杜教授 乐团马子卡曾拿下金曲最佳乐团奖 以雷鬼摇滚风格重新编曲 演绎经典老歌包青天 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感受 你们以前的那种歌曲的印象 我都把它重新改编过 甚至跟它相差非常多的 都是不太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可惜不是你 陪我到最后 曾一起走却 走失那路口 感谢那是你 牵过我的手 还能感受那温柔 请歌替后梁静露 也要在京中献唱 像是我可能不会爱你 等多出偶像剧的主打歌 还是会害怕 醒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害怕 从此不在你左右 或是我 还是会 还是会 还是会不知所措 而京中主持人 君国成以及森林娜 也都是开场表演嘉宾 将结合历年来 终于节目的配乐进行打击秀表演 接着看到今天10月17号 星期五有哪些重要的活动 上午8点钟台北市卫生局 决办食品履历校园宣导活动 立法院台联党团举办监管会 大玩数字游戏 中国金融环境是高风险低爆除的记者会 游乐消息 日本歌手西川跪教 上午将会搭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 体育活动来看到 2015全国运动会在高雄倒数 第365天宣传记者会 接着带你来看到 10月17号的天气预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新唐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